彩艺品格营 网红制造机 想当网红真的这么容易吗 由A-Shop for Jesus举办的第十二届彩艺品格营 聚集不同教会超过两千多位学员 以热门时事话题网红制造机为主题 透过生命见证及各项游戏品格彩艺课程展现热情活力 也翻转了青年世代对网红的定义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面的网红 其实他们都还是朝着心山色 这一些题目的主题 以至于他们能够点阅率非常的高 但实际上影响力并不是只有在点阅率 所以呢我们鼓励大家 因为天赋是善良的 我们就从他的善良跟良善的里面 呈现出我们起初被他创造的样式 在财艺品格营当中 他们每一届的主题 常常都会因应到现在的孩子的需要 有时候是透过信息 有时候透过敬拜 他们都会遇见神 教会我记得我们的 好像每次带来绝制率都是百分之百 从直播教学到影片剪辑 才艺课程也以真实恒心合作为内容 强调想当一个网红 必须正确表达自己 活出上帝的生命 念的小朋友概念非常的充足 虽然说他们作品没办法特别成熟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很多原创的想法 这个时代里面你要有自己的声音 自己的想法 然后多拍多剪 只要你多做就一定会有进步 这个时代其实成为一个网红 其实并不难 特别是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在网络上可以获取到 我希望给予这些孩子们 就是他们理解 他们做这件事情的真正目的 跟那个初心是什么 并且保护他们的初心 希望他们未来他不会迷失自己 四天三夜的品格营 青年们学习不受网络世代的影响 活出最好的自己 而这些回忆也将存在他们的心中 成为生命的滋养